現在我們又看到台股裡面的話 台股在禮拜四的時候還中挫 盤中的話中挫了600多點 那麼甚至在提出 這個華為的一個禁制令的時候 制裁令以後的話 台股可以說是跌得亂七八糟 這個時間點的話要怎麼樣布局 基本上這個台股在禮拜四 這個中挫盤中最高達到634點 這個是非常驚人的一個跌幅 將近5% 但是你可以看到其實跌到634點之後 它有明顯的買盤進場 禮拜五盤石就拉上去 恐怕是一天利空 我覺得禮拜四的盤 恐怕有一點被有些人灌壓的感覺 因為它開盤才跌14點 那怎麼會盤中一下跌到600多點 其實這灌壓力量非常的大 當然灌壓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有幾大利空夾雜 而且這個市場傳言非常的多 包括我們前面節目有所講的 現在目前美中的關係 兩岸的關係現在比較緊張 這個是在禮拜四盤中被主要灌壓的 一個消息面來源 另外就是你講的這個華為的事情 因為華為的事情 它影響的層面非常的大 台股很多股票其實都跟華為有關係 比如像你看這一波跌得最兇的穩茂 穩茂它其實 它的營收大概華為佔比15%到20% 所以說如果華為一旦被美國全面封殺的話 那對於台灣這些過去長期接華為單的 這些供應鏈恐怕會造成不小的影響 那當然因為這個禮拜四的盤勢非常的可怕 所以台積電 這個最深的時候也跌到了將近快400塊 可是你看到台積電後面也就拉上去 那台積電現在目前呢 可以講說是台灣最重要的一家公司 也是台股最重要權重的一家公司 所以我認為後面的盤勢的關鍵 就在台積電能不能穩住 這個禮拜四盤中的低點的401塊 如果說禮拜四盤中的401塊 台積電的股價不破的話 基本上大盤要再破 這個禮拜四最低的點 我認為就應該不容易了 所以我們可以持續去觀察台積電 我個人認為說 禮拜四的低點應該就波段的低點了 大致上大致也不用太過恐慌跟緊張 因為台積電我們可以看到它 禮拜四就出現了很明顯的拉抬 禮拜五再繼續漲 所以它已經電出來一個很明顯的底部了 好 台積電的話在護國神山 現在台股的話全部都看台積電的表現 但是華為的因素也影響得非常的大 另外還有一個紅色供應鏈 那麼紅色供應鏈現在崛起 包含像可成 可成現在被藍絲給買下來 中國的藍絲然後買下了這個可成 另外一方面的話 力訓則是買下了這個 偽創 偽創 買下了偽創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一個紅色供應鏈 正在崛起當中 所以我如果要避免掉 中美貿易之間的一個摩擦 或者是這個惡化的話 我現在的布局的話 有沒有辦法說撇開這一些事項呢 事實上是可以的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股票的波動是非常的大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手上的資金 全部壓在股票上面 你就必須要去承擔到比較大的風險 而且尤其是你壓的單一個股 即使像台積電這麼好的股票 在禮拜四盤中將近跌幅也都打到5% 慶全你想想看 現在一年期的定存才0.7 跌到5%大家心裡就會很緊張 連台積電都跌5% 很多股票都躺平了 所以說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倒建議大家其實用基金 而且採取定時定額的投資方式是最好的 因為我們知道定時定額 先前在慶學節目也講過 它是一個平均成本法 它其實不在乎漲或跌 它在乎的是一個波動 只要有波動出來 我們就能產生所謂的波動價差 那你長期投資下來 你就可以產生一個平均成本 這樣這個平均成本會比你買股票 或是說我們基金單比買入的一個固定成本 它來得相對風險低 譬如我舉個例子 各位可以看到這幾檔基金 就是基富通他所推出的一個很重要的 給國人做退休規劃的 叫做好想退的一個專案 那在去年推出的時候 他總共設定了兩個目標 一個叫做目標風險型的基金 另外一個叫做目標日期型的基金 信遠你知道這兩個有什麼不同嗎 哪裡不一樣 好 那我詳細來講 各位可以看到目標風險 它總共有三種基金的組合 一個是積極穩健跟保守 那我們都知道在投資上面 年紀越大的人應該要越怎麼樣 越保守 對 越保守 你越年輕 譬如你20歲剛出社會 要越積極一點 沒錯 能夠承擔更多的風險 它基本上就是給一個全民 大家都可以參與的機會 另外有些人說 我也不想積極保守跟穩健 我想說我固定什麼時候退休 譬如說我還有10年要退休 那我可以怎麼投資我的退休金 所以它這邊又很明確 有個10年 20年 30年的三種 這是目標日期 對 也就是說慶學 譬如說你說我還有20年要退休 那你就可以參與這個20年的 這種投資的策略 那我們來看到經過一年下來 那基富通最近他把他的整個績效 所有的基金做一個統計 我們發現他績效相當不錯 譬如說你可以看到 我們先撇除這所謂的保守 因為保守你可以看到 他其實債券的比重非常的高 甚至高達百分之百 也就是說他全部放在債券上面 那我們來看到比較積極 跟所謂的目標日期型的基金 他的報酬率都有將近一成 甚至超過一成的情況 這很高 這還有13% 這一個是30年的 30年 好 那我解釋一下 為什麼30年會到13% 因為他的股票比重特別的高 因為慶學 假設說 你還有30年才要退休 你是不是可以把你的股票 比重拉高一點 你不要把你的債券的比重 降低一點 所以說這個所謂30年 20年跟10年 他就是所謂的股債配置的觀念 也就是說越長期的 我們股票比重越高 越短期的我們股重比較低一點 所以說我覺得這種投資的策略 用基金 第一個 它是一籃子股票 第二個 它是用定時定額 投入的方式 基本上我認為是對抗這種股票 短時間波動風險最好的一個方法 好 那我是不是 以我自己做例子 我來問一下就是說 如果按照我的例子的話 我譬如說將近50歲好了 50歲的話 我預期 我10年之後我要退休 你建議大家應該要怎麼樣去 好 那我建議你 你就可以選這個所謂的 10年型的目標日行基金 或是說因為你還有10年對不對 我會建議你選穩健的 就不要太積極了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看到 穩健型的 它債券跟股票幾乎是各半 有沒有 它的績效相對會差 也不錯 有5% 6% 對 相對會差一點 會比這個股票型多一點的 這個績效差一點 但是基本上也不會太差 所以說因為你快退休了 我們風險要把它降低 所以我會建議你採取這個方式 好 這是穩健型的 所以在這個基附通裡面的 好想退裡面 你都可以找到適合你的一個 沒錯 就是量身制定了 好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 這個退休的規劃呢 好 那這一次吉保公司 委託山水民調 進行了一個很有意義的調查 它這個調查 我覺得特別有趣的地方 是它第一個調查了全體國人的 這個所謂資產配置的情況 另外它針對基附通的客戶 以及基附通裡面有參加 好想退專案的 這三個族群進行調查 那我們都知道全體國人 就是普遍樣本數了對不對 那基附通的客戶 樣本數會更大一點 然後好想退的樣本數小一點 但你要知道參加好想退的 這些投資人 他是以退休為目標的 所以說他有他特殊的意義 那我們來看到全體國人 我覺得最值得注意的是定存 慶雪 你知道現在定存利率就0.7 而且帥帥的話搞不好都負利率 沒錯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全體國人 我覺得在理財跟投資的觀念上 跟風險意義上有點不足 譬如說你可以看到定存的部分 全體國人現在目前定存的 這個佔資產比重高達14.5% 那基附通的客戶只有7% 好想退的客戶只有6.8% 是不是只有1.2 所以你又發現 他們比較 這兩個族群比較不放定存 那他們的錢放哪裡 那我們先來看股票 股票其實還是這個普遍 國人最喜歡投資的 大概比重差不多3成 然後這個好想退的將近4成 那最主要差異在所謂的基金這一項 也就是說你可以看到全體國人 在基金的比重只有12.4% 但是基附通的客戶高達4成 好想退的專案投資人 也有將近3成4的一個投資比重 但是我們實際上來看的話 為什麼要做這個退休的規劃 因為台灣的人口老化問題 越來越嚴重了 沒有錯 你說過去我們的定存利率高達7-8% 那你存定存也許還OK 但問題現在定存利率只有0.7% 那保險因為利率下降 他的保單的報酬率也越來越差 再加上我們人口老化的情況 非常嚴重 最近這兩天最大的消息 就是我們人口已經出現負成長 你可以看到今年上半年 我們的出生跟死亡人數 差距相近9000人 對不起 不是出生的人數 比死亡人數多千人 是死亡人數比出生人數多9000人 已經高過了 對 所以說你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台灣人口負成長已經不可逆了 對 尤其是你看到國發會 他的統計資料 台灣的高齡化社會 即將要來臨 已經來臨了 我們即將來臨的是超高齡社會 那超高齡社會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65歲上人口比重 達到20% 交到超高齡 各位可以看到 到2065年65歲上人口比重 會高達40% 到時候的撫養比費非常的辛苦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青壯的 這個賺錢主力的這個族群 他幾乎一個人要養一個老人 或是一個孩子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那當然你就要想到說 那我們就更要累積 我們自己的財富 那如果說你還把你的錢放定存 放在類保險的這種定存的商品上面 那我請問你 你怎麼樣累積你足夠的退休金 可是問題是台灣 還有一些勞保勞退的基金可以用 問題是那不夠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調查出來 全體國人對於未來的退休 非常沒信心 你可以看到不太有信心 非常沒信心的占比達到了60% 大家對退休非常的憂慮 那我覺得更吊詭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常講退休金 越早規劃越好對不對 但是你看到全體國人的 所謂退休金規劃的意識 非常的不足 從這張圖你可以看出來 我們看到越年輕的人 他們幾乎 他們的定存比重是越高 這是完全相反的 你可以看到他參加好想退的 就基督東好想退的 定存比重才7 可是我們全體國人的定存比重 高達25% 完全顛倒 所以說我會建議大家 多使用基金平台去做退休規劃 尤其是運用基金的 這個定時定額的投資方式是最好的 而且這個退休規劃的話 你不用花什麼腦筋 因為你不用整天擔心說 這家公司經營的好不好 你又不用擔心今天台積電會不會跑掉 沒錯 這種問題 你也不用擔心今天台積電會漲多少 會跌多少對不對 所以他這些好的基金裡面 他一定包含了台灣最好的公司 所以說你會買到台灣最好的 最優秀的這個財報 表現出來最棒的公司了 再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到底我們應該要存購多少的 退休金才夠 我相信很多人都在問 我甚至自己半夜醒來的時候 我都會在那邊 按計算機在那邊算說 我到底現在存款 到底夠不夠我未來的退休 那如果夠的話 這個未來的話 是不是可以做什麼樣的打算 那如果不夠的話 我應該怎麼樣做 當然我給你的答案是越多越好 但是大家都在想說 那你多到多少程度對不對 多到15億嗎 中了這個熱鬥彩嗎 那當然不可能 現在目前三水民調調查出來 國人大概八成 他的這個退休目標 是介於在1000萬到1500萬之間 所以越往上 其實比重就越少了對不對 那越往下的比重也越少 所以說我們大概以1000萬到1500萬 為這個基準值就差不多了 1000 多少 1000萬到1500萬 那我還差一點 你太珍惜了 超回到1500萬 好 那這個如果不夠的部分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來做 那當然就回到我們剛剛所講的 運用台灣現在目前這些 很popular的所謂的基金平台 那基金平台它有優點 就基本上它的成本 你的投資成本是大幅降低的 那參與這種好的基金的投資 用定期定額的方式 那我們來看到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的 基金平台成本最低的 現在就是基富通的相關的基金平台 那當然它也推出了一個 在去年推出一個叫好想退的專案 就我們剛剛所講的 像這個專案的話 它是怎麼樣的一個優惠方式 它的優惠方式 就要達到一定扣款的 其數的就終身零手續費 24個月嘛 零手續費 沒錯 所以說是非常有影響看 你去哪裡買基金 可以終身零手續費 而且你知道嗎 我今天還看到就是說 基金公司現在正在演你一個 叫做績效獎金 也就是說如果未來這一檔基金 你如果賺了25%的時候 我可能要扣你5%或20%的一個 績效獎金 對 這其實有點像是 國外的Hedge Fund 國外的Hedge Fund 就避險基金他們本身就有這種 所謂的跟客戶之間的約定形式 因為我績效越高 那我就可以從中間 拿取越多的所謂的績效獎金 那基富通這個呢 會不會拿你的績效獎金 完全沒有 就沒有 所以這個成本的話是零 對 你不用擔心會剝這個皮 那在接下來講說 我們投資觀念對跟錯 其實影響你績效非常的大 比如說Chin姐 今年不是好幾波的大跌嗎 尤其是三月那波大跌 不是把大家嚇破膽了嗎 請問那時候是不是有很多人 在低一點把股票全部賣掉 現在很後悔 那當然我們就做了另外一個調查 這個調查就是說 全體國人跟參加好想退的 這個在三月這一次的 今年這個大幅震盪的情況之下 他們的投資策略是什麼 你會發現有非常大的一個差異 全體國人在大幅震盪的傾向之下 他的加碼比重只有將近不到三成 可是好想退的專案的投資人超過四成 所以說基本上我們的觀念要建立成 這樣的觀念 就是說當市場大幅下跌的時候 我們要這個更要加碼 而不是在這個地方很緊張的要把股票賣掉 比如說像禮拜四 這個股市不是大跌600多點嗎 你如果在這個最低點的時候 台積電跌到400億去買台積電的話 今天漲上來你不就挺熱的 所以說你不用去擔心大幅的下滑 其實大幅下滑正是給你入市的最好機會 好想退的話 其實我記得我們去年的時候 其實就幫大家介紹過 那去年的時候 它是第一波的升購對不對 那現在是進行第二波的一個升購 聽說又爆滿了 對 沒有錯 我跟各位講 好想退這個專案 基本上去年到現在 它的整個情況非常穩定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總客戶數 現在目前將近四萬個總客戶數 那這個總客戶數第一個 它整個在投資上面一年來的扣款金額 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也就是說大家投資的情況是非常穩定的 那第二個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它的整個客戶人數退出的跟加入的 其實也沒有差距太多 所以也就代表說這個專案 它其實執行一年來非常成功 那因為非常成功 將近四萬多個人現在在上面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績效 最差最差的都有這個零以上 然後高的甚至達到13% 所以說現在要乘勝追擊 要推出第二波的一個優惠的情況 這第二波的時間是什麼時間 那從現在開始 它要開始這個全力推廣 固定扣款的話 其實對於未來的一個獲利來講的話 長遠來看的話 其實都是有正面的地方 沒錯 因為我自己個人就是定時定額 提供行期扣款的執行者 那執行下來這段時間 我其實發現 其實我的這個帳戶 經過一定的行李的機制 同時如果訂下次的時候 我一定會加碼 所以我會再找一個 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我其實發現 其實我的這個帳戶 經過一定的行李的機制 同時如果訂下次的時候 我一定會加碼 你的電視著 電視著 隨旅行 直接接著 躁 封有 電視著